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今天12月11日周一上午 联邦卫生部长霍兰宣布了最新牙科保险计划 将于明年开始逐步未达到一定收入门槛的人 支付常规牙科费用 该计划未来5年的预算为130亿元 第一批合资格人士为年满87岁以上的老年人 最早可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申请 最快可在明年5月使用该计划 资格将在2024年逐渐扩大 包括所有符合条件的65岁以上的长者 18岁以下儿童和残疾人 到了2025年 该计划的申请资格将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居民 约有900万人符合条件 成为政府最大的社会计划 该计划旨在帮助年收入低于9万元 且无法获得私人保险的国民 该计划对于家庭收入低于7万元的家庭最为慷慨 他们不需要向参与的牙医、保健师或假牙师支付资付费用 联邦政府将承担清洁、抛光、检查、X光、补牙、根管治疗 以及全口和部分活动假牙等城堡服务的费用 收入在7万元到7万9999元之间的家庭将面临40%的资付额 而对于收入在8万元到8万9999元之间的家庭 资付额将跃升至60% 联邦计划将支付其余的费用 霍兰称这项计划是变革性的 他说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生系统 今天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 这项计划对象了自由党与新民主党实证协议中的核心承诺 该协议要求提供直接向没有私人保险的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加拿大人提供牙科福利的计划 也将意味着新民主党可能会支持特鲁多政府直到2025年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城堡的服务为 预防性服务 包括除垢、抛光、密封剂和腐化物 诊断服务包括检查和X光检查 修复服务包括补牙 牙髓服务包括根管治疗 修复服务包括拳口和局部可摘意识 牙周服务包括深度节制 口腔手术服务包括拔牙 加拿大卫生部计划与各省和地区合作 确保协调福利 公民服务部长特里比锡表示 加拿大人现阶段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联邦政府将通过邮件联系符合条件的人 邀请他们在轮到他们时申请这项福利 第一封信将发出邀请70岁级以上的老年人申请该计划 这些老年人可以通过电话申请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预计会在以下时间收到这些信件 2023年12月开始的87岁级以上老年人 从2024年1月开始77岁到86岁的老年人 2024年2月开始的72到76岁老年人 2024年3月开始的70到71岁老年人 到2024年5月 随着65岁级以上的人有资格申请 申请流程将从电话转为在线 自2024年6月起 使有有效残疾人税收抵免证书的人 和18岁以下少年儿童即可申请 政府将核对申请人的纳税申报情况 并要求雇主在T4税表上报告他们的雇员 是否有牙科保险 这意味着不报税的人将无法使用该计划 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时 负责该计划的高级官员强调 这项联邦举措旨在填补空白 并且不会取代以及纳入系统涵盖 某些口腔保健服务的现有省和地区计划 然而联邦政府尚未得到省长们的保证 其一旦国家计划推出 他们将实施其计划 该计划将由保险巨头Sunlife人寿管理 亚医将直接向该公司提出索赔以获得保销 如果有共付额 被保险人将自掏腰包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支付该费用 虽然该计划将由第三方运营 但政府表示 人们仍然可以与加拿大服务部代理合作处理出现的任何问题 包括资格或城堡纠纷 将有一个专门的呼叫中心来处理牙科服务 政府希望口腔健康专业人士加入该计划 并接受加拿大牙科护理保险计划作为付款 官员们表示 政府将发起一项教育活动 向牙医和代表他们的组织介绍新的一年 如何注册提供城堡医疗服务 将会有一个设定的服务费用表 但联邦政府报销的费用因省而异 政府表示 支付的费用与全国其他公共计划相比相对慷慨 这应该会激励提供商参与 在安大律省高等法院批准谈判和解后 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 可以从一个集体诉讼和解中领到一笔钱 根据毕马威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新闻稿 该集体诉讼是在2019年12月 Lifelab的客户个人健康信息数据库 遭受网络攻击后启动的 该诉讼指控Lifelabs 在保护这些数据方面存在疏忽 Lifelabs否认了所有此类指控 新闻稿中写道 大约860万人的信息被黑客窃取 131957人的测试申请或测试结果也被盗 那么你能领到多少钱呢 如果您符合资格 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有效的索赔表 您可以获得50元 最多150元 新闻稿称 每人获得的确切金额将根据提出的索赔总数确定 如果您在2019年12月17日或之前是Lifelabs客户 并且截至2023年10月25日居住在加拿大 则您被视为本集体诉讼中的合格成员 安省高等法院规定 集体成员是截至和解批准之日居住在加拿大的所有人员 并且是Lifelabs服务的当前或前用户 这是2019年12月17日公开披露数据泄漏事件的一部分 至于如何提交索赔 符合条件的人可以从现在开始 且不晚于2024年4月6日提交索赔 您还需要拥有有效的省级健康卡号码 符合资格的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提交索赔 首先您可以在线填写表格 其次您可以将下载并填写好的电子版索赔表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索赔管理员 Lifelabsettlement at kpmg.ca 第三种选择是通过普通邮件邮寄纸指质索赔表 您可以选择通过电子转账或指质支票接受付款 然而2元的手续费将从支票付款中扣除 至于您预计何时收到付款 这笔钱将在索赔截止日期2024年4月6日之后 发送给金索赔管理人验证 并按时提交有效索赔表的人员 由于新发现的断层线 美国东北部超过100万美国人可能面临海啸的危险 科学家们在地球上发现了一条约45英里长的裂缝 这条裂缝穿过加拿大被失声 但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发现 专家怀疑 由于断层的布局可能会在加拿大引发大地震 地震的影响可能会在佐治亚盆地周围地区引发海啸 可能袭击华盛顿部分地区以及卑诗省 这一发现是由包括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哈里希豪森在内的一个团队做出的 哈里希豪森和他的同事发现 断层上的两个巨大岩块相互滑动 在几千年前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他告诉《每日邮报》这种情况有可能再次发生 事实上 由于太平洋西北地区存在众多地质断层线 他鼓励人们为可能发生的地震做好准备 准备好几天的食物 水 药品和应急物资 这个地质交叉点被命名为XELF断层 从西北向东南斜穿过维多利亚以北的萨尼奇半岛 哈里希豪森说 其可能被破坏的原因是XELF 是所谓的倾斜滑移断层 其中两块银石在其接触点点上上下移动 而不是左右移动 哈里希豪森说 因为我们记录了倾斜滑移 它产生了地球表面的垂直偏移 而且事实上 这个断层很可能在水下破裂 所以这个断层上的地震有可能在乔治亚盆地引发局部海啸 乔治亚盆地包括美国的贝林厄姆 西雅图 塔科马和奥林匹亚等城市 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 维多利亚和威斯尔 鉴于XELF断层在过去12000年内发生了一场地震 我们必须考虑它是活跃的 并且它可能会发生另一场与我们在我们的观测中观察到的阵极相似的地震 他说 哈里希豪森补充说 这种阵极的地震将会造成破坏 特别是考虑到它靠近城市地区 就时间表而言 无法预测下一次地震何时发生 他解释说 它不仅会震动断层附近的40多万人 而且还可能在更大的地区引发海啸 他说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查看过去的地震复发间隔 两次地震之间的平均年数 这项新研究在进行这种计算方面受到限制 因为它需要至少两次单独的地震来估计破裂之间的时间 他补充说 此外 请记住 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计算 因为地震之间的时间可能相差很大 因此 更多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断层造成的危险 哈里希豪森说 如果再次发生地震 该地区的人们可以采取一些基本措施来做好准备 防震专家建议人们确保大型家具和电器的安全 制定灾难计划 组织至少三天 最多两周的自力更生的灾难物资 包括食物 水 药品等 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经济困难 当然 当地震开始时 你应该趴下 躲起来 然后坚持住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